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网络上传不开了 而且还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 作为粉丝自发的一项公益活动 获得了不少媒体的点赞与包扬 其中便包括的是官媒河北长城网 为此河北长城网还装能的发文 进行了点赞与报道 说到这件事情还是源自于肖战粉丝公益站 在中国新闻网发布 关于抗红阴线紧急募集编辑带的消息之后 粉丝公益站并加急购买了 10500个送往九江湖口 与此同时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许多热心的肖战粉丝也纷纷加入了进来 自发的进行采购 并且将物资继往一线 而且根据厂家的估算 不到两天的时间前后累计 肖战粉丝共计采购了约40万条抗红编辑带 这样的行动力执行力 以及对于公益的热心与专注 真的是令人赞叹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支援抗红一线 肖战粉丝在行动 为此这样正能量的事情也获得了官媒 河北长城网的发文点赞 并且专门强调了此次公益活动 是肖战粉丝自发参与 其实早在此事之前 河北长城网还曾经发文点赞过 肖战的余线公益之行 很显然 对于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的肖战 以及肖战粉丝都一遇了认可 再者值得说明的是 肖战粉丝自发的支援抗红一线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前不久 肖战公益战还曾经专门进行了捐款募集 7小时募集了96万 共计超8万人参与 提前完成了爱德池源水灾灾区的募捐活动 占到总善款的96% 位列众多明星粉丝团体的Top1 这份正能量难道不值得大家的交手称赞吗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肖战粉丝一直都在跟随正能量偶像肖战 做着公益活动 无论是肖战的余线供应军行 还是肖战粉丝筹集96万善款参与救灾 亦或者是不到两天的时间 即购买了40万条编辑带支援抗红一线 这些有情有意的公益活动 能够获得官媒河北长城网的发文点赞 既让人心潮澎湃 又感受到了形式于言的正能量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支援抗红一线 肖战粉丝在行动 另外肖战的所谓作品《加油》 出现在了考卷之上 正能量偶像当之无愧 近日由网友带来肖战的各方面消息 引发了广大粉丝们的高度关注 而肖战的一幅手绘作品 出现在了考卷上这一件事 让人更加的肯定称他为正能量偶像了 这称号对肖战而言当之无愧 说到肖战作画的手绘图 自出道到现在有不少 每一幅都能够将要想要表达的意思概括进去 寓意满满 让人在看到作品的时候 第一眼就是惊艳不已 第二眼就是拍手叫好超棒的 而今肖战众多幅的手绘作品当中的《加油》 成功再出圈 被出卷老师用作题材出现在了考卷之上 这不得不说 是肖战手绘作品的优秀之处被发掘了 而且他自身的正能量也得到了认可 想必大家在听到97提到肖战的手绘作品《加油》的时候 心目中已经是想起了哪一幅了 因为这幅手绘图带来的意义非凡 是之前疫情在北京发生那会儿 肖战将自己对大家的加油话语 全部涵盖在了手绘图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将大北京多种元素用在了《加油》手绘图当中 简洁的《加油》两个字一点也不简单 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祝福与寄语了 老师将肖战的这幅手绘图出题出在了考卷上 让学生明白了困难期间也不要忘了给祖国加油打气 从考卷的题目来说 老师是出在了预读题 其材料是选自于《北京日报》 宣传画一共是两幅 其中一幅右边就是肖战亲自绘画的作品《加油》 同时左边的也是一张《加油》图案 题目问题是 如果请你选其中材料2当中的一幅作为 《北京助力加油》的宣传画 那么你喜欢选择哪一幅呢 请说明理由 很显然这是一道开放题 作答内容有考生自由把握 如果说让我选择那必定是图2 不考虑追星 仅从考生的角度来看 图2肖战作画的手绘图 寓意着比图1更为丰满 当然了 答案在于出卷老师 相信看到肖战的手绘作品《加油》 出现在考生的考卷之上 大家对于肖战的认识会再次加深 一向以正能量引导粉丝的肖战 被称之为正能量偶像也当之无愧 眼下肖战工作室被官方微博约谈一事 登上了微博热搜 引起了许多的网友的密切关注以及热议 我们依旧需要注意尽人慎行 毕竟对于肖战而言 现在还处于特殊时期 真正的维权结果还没出来 那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内心的炽热 跟随着正能量偶像肖战与官方的同步 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摒弃掉一些不良情绪向阳而生 加油 今日肖战的声音出现在了阿乐的早读课当中 给大家朗诵一段《萤火虫》 很多人特别喜欢肖战的歌 其实是喜欢他的声音 肖战的声音总是透露出一种温暖 让人听了之后感觉到很有力量 这是泰戈尔诗集当中的一首小诗 文字朴实无华 但是很打动人心 尤其是被肖战朗读出来之后 更是让人有触动的感觉 在肖战闭关修炼的这段时间里 别说看他的节目了 想听见他的声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在肖战朗读完《萤火虫》之后 很多的粉丝都哭了起来 他们的哭装中有感动有心酸 有听到了肖战声音的激动 也有从声音当中获得的慰藉 《萤火虫》中有一句话颇为引人注意 你在欢乐当中倾注了你的心 而肖战在念这句的时候 明显是笑着说出来的 肖战何尝不是想要通过这首小诗 通过他的声音 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和力量呢 肖战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 他是一个有教养 三观很正很温柔的男孩子 就像是日光一样 温暖但是不刺眼 总是让人有无尽的向往 想要触摸他 而他的声音也是如此 同样的声音和同样的话 从肖战的嘴里说出来 总是让给人一种带着笑的感觉 给人听了之后 会不自觉的振奋 这大概就是他个人的魅力所在 这样好的一个男孩子 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 大家也坚信 这场网络暴力一定能够尽快结束 期待肖战的再次出现 吃瓜不停用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